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米虫看剧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杀人者的购物目录第六集 上集说到,大成在聚餐期间被妈妈喊去送货 在居民楼里与聚楼的会长擦身而过 大成离开时,胖姨正从远处走来 她察觉到路边草丛有些异味 好奇地上前一看,会长受伤的惨状让人触目惊心 胖姨只能哆嗦着拨通报警电话 聚餐结束之后,大成甜蜜地送亚希回家 只见沿途救护车骑驰而过 鸣笛声让酒醉的亚希瞬间清醒 她跟着救护车的方向来到居民楼下 忽然看见督刑警也在场 警方经过搜查,在某层楼的走廊上发现了胶枪 推测这很可能就是伤害会长眼睛的凶血 督刑警带人来到楼上,敲着会长进入的空房间 这时诈骗犯主动从隔壁走出来 说着那里并没有人居住 又看见熟面孔,而且还距离案发地如此高近 独刑警不由地心生怀疑 杀骗犯自然也洞察到独刑警的想法 但她并不慌张,而是主动提出自己有办法证明清白 当晚大成做了一个噩梦 她独自一人在黑暗阴森的超市里 那些与罪犯和死者扯上了关系的商品 全都在对她展开抱负 粉色拖鞋朝大成走来 丝蛙紧紧缠着她的脖子 恐惧中大成猛然惊醒 一睁眼就看见同事正拿着胶枪对着自己 惊慌失措中大成打伤同事的下巴 对方只觉得十分郁闷 原来同事一大早来天台 帮大成整理了昨天聚餐的狼藉 还帮她修补房门 大成有些愧疚 但还是没有放下怀疑 询问同事昨晚为何没有来聚餐 同事只是回答 昨晚心情不好 一晚上都在家中 今日上班时 同事看起来也心神不宁 总是对着手机发着讯息 原来今天阿美没有来上班 同事一直想要和她取得联系 而妈妈和兼职生一边干活 一边讨论着同事和阿美的关系 这时胖姨走过来 说出会长坠楼的消息 坠楼之前还遭到残忍伤害 眼睛被胶腔灼伤 胖姨的话让妈妈更加担心阿美 趁着工作空闲来到她家 送上一些生活用品 妈妈让阿美如果有什么需要 就告诉自己 她会送过来 让阿美尽量不要出门 在和妈妈说话的同时 阿美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送走妈妈后 她才接起电话 告诉对方选个人多的地点再见面 自从大成爸爸搬来抓娃娃机后 小绿便时常来这里玩耍 但她的目的并非抓到娃娃 而是在留意那只包裹着手机的娃娃 不被其他人夹走 昌市正在正常营业 这时都行警突然闯进来 让大成去警局一趟 原来都行警接到举报 有人称昨晚在案发地方见到大成 他出现的时间和会长坠楼也相差无几 对此大成坦然承认 他昨晚是去了居民楼 但迟迟去送货 除了送货的短暂时间 他整晚都在天台上聚餐 有很多人可以证明 大成的理由看起来并无疑点 但都行警却开始强自夺理 怀疑大成在送货期间随身带着交枪 在与会长相遇的短短时间内 灼伤他的眼睛 并将他推下楼 身为专业的警察 说出这种降制推理 连坚持生和钱柯南都觉得离谱 他们一人拿着鲨鱼刀 一人推着购物车 对着都行警下着逐颗令 最终还是大成妥协 他认为轻者自轻 立刻脱下功夫 和都行警一起离开 只是临走时 小绿拉扯了都行警 看了看大成却没有说话 之后小绿又在超市选购了一些东西 却在付钱时 不小心被大成爸爸 看见手臂上的伤痕 大成爸爸想要帮他处理伤痕 一台头绪发现 小绿已经跑开 小绿匆匆跑回爸爸的店门口 告诉他 大成又被警察抓走 因为有目击证人执政 大成是伤害会长的犯人 听完小绿的话 爸爸似乎若有所思 此时大成坐在警局 纳米指控他的人 很快也到了现场 正是诈骗犯 转天同时对妈妈申请 提早收摊 好像有要紧的事急着离开 等妈妈刚答应下来 就接到雅西的电话 他告诉妈妈 昨晚同事没有来参加聚会 阿美嘉又遭到入金 因此他的嫌疑很大 让妈妈看好同事 挂掉电话之后 妈妈谎称 接到幼儿园的临时订单 要他制作30份猪排 同事只好留下来 加班猛敲猪排 趁着他埋头工作时 妈妈把钱柯南拉到一旁 让他一会儿悄悄跟踪同事 看他要去哪儿 做什么 钱柯南立刻换装成一个妙龄少女 在同事匆匆上交猪排之后 快步跟在他身后 一边对妈妈汇报情况 同事前往的地方 正是阿美的公寓 可就在今天 阿美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来到昨日与神秘人 约定见面的地点 但奇怪的是 阿美再次给对方打出电话 却始终无法接通 钱柯南在跟踪时 不慎被高跟鞋扮到 再抬头 同事已经消失无踪 但意外的是 他看见阿美拖着行李箱 回家的一幕 钱柯南立刻给妈妈打出电话 告知自己跟丢的同事 同时看见阿美出了一趟门 阿美回家之后 立刻把大门繁琐得严严实实 可刚打开浴室的门 他就被一股力量拖进去 接着传来凄惨的叫声 没过多久 雅西接到妈妈的情报 赶到阿美家楼下 在雅西赶到之前 同事已经率先来到阿美家门口 听见里边的惨叫 他立刻扯开窗户进入屋内 和那个陌生男人撕打起来 直到雅西赶到将那人制服 这才得知 那个袭击阿美的男人 是他的前夫 原来同事一直都留意到 阿美被丈夫欺负 并于不久前离婚 同事想保护阿美 只怪她的行为太过心急 才会引起周围人的误会 看着前夫嚣张的模样 钱柯南怀疑 前几宗社区女性 被害案也是她做的 但前夫有护照证明 她是几日前才从国外返回 根本没有做案时间 另一边 大成从警局出来之后 就看见胖姨提着大包 在马路上狂奔 大成觉得是有蹊跷 立刻跟在胖姨身后 她感觉地方正是医院 受伤的会长被安排在单独病房 门口有警察看守 胖姨三言两语 就将警察说服 进入会长的病房 她先是在床头放了一份 贴着便签条的礼物 之后从包里拿出一瓶清洗剂 扭开盖子放在会长的鼻子下 询问她是否记得这个味道 她昨晚坠楼时 身上散发的就是这个味道 原来今天胖姨在超市商货时 发现了这款清洗剂 对味道敏感的她立刻想起 昨晚发现会长时 她身上弥漫的就是这种味道 因此她才匆匆赶到医院 受伤严重的会长 虽然能做出反应 却不能流利地表达 还没得到答案 胖姨就被大成强行拉走 但胖姨并没有消停 路过前台时 再次燃烧起八卦之心 她遇见一名相识的故宫 打听小绿妈妈的情况 故宫身为医院的万事通 明确告诉胖姨 这个女人并没有住院 说完还感叹着 长期被丈夫欺负 确实会生病 这句话引起大成的注意 她不断追问胖姨 这才了解到 原来小绿的妈妈是个越南人 之前时常遭到小绿爸爸的欺负 因为胖姨副业是贩卖化妆品的 小绿爸爸时常在她这里下单遮瑕膏 一想便知是为了掩盖妻子身上的伤疤 夜晚大成回到超市 父亲告诉她 白天时 小绿在这里买东西 付了钱 却没有把商品拿走 大成想了想 拿上商品主动送还给小绿 此时 小绿正在不动产门口等着爸爸 来人聊几天 听说大成被警察释放后 小绿直言 自己知道他不是犯人 这时 小绿猛地扑向赶来的爸爸 小绿爸爸护着孩子反问大成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一个孩子 本期结束 好了 这就到这里了 按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子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